我們今天來處理這個 2022年 澎湖第一批馬糞海膽 其實它這個海膽蠻簡單的 一把剪刀就解決了 廚房剪刀 然後記得那個 家裡如果有工作手套的話戴一下 那我店裡面是沒有 所以我 帶了兩層那個矽膠的手套 但還是會刺過去還是要小心 那因為海膽的那個刺 但是雖然說馬糞沒有像魔鬼的毒性那麼強 但是多少還是會有一點 所以大家要小心 然後殺這個海膽就是翻過來 這是它的嘴巴 這一刀下去 我覺得倒出很多 我這個剪刀來處理都很 嘴巴處理都很簡單 很輕鬆 然後大家看裡面會有那個 一層這個黑色的膜 就把它拿掉 那基本上在這就是用水沖 一般用水把它沖掉就好了 也不要硬挖啦 因為它裡面是軟的 我們用水沖就好了 大家看到水柱沖就可以沖 沖得還挺乾淨的 我就是那一層膜拿掉就可以就OK了 我就是那層膜拿掉就可以就OK了 剪太多會傷到裡面的肉 其實不是肉啦 就是它的生殖線 我們吃的海膽就是它的生殖線 那一般澎湖人 就是 澎湖在地點很喜歡 加一顆 就是打一顆蛋下去烤 澎湖人比較常有吃法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那樣吃很浪費 不過在澎湖也難怪 因為它們產地 要知道產地的人吃的東西都是很殘的 你越想不到的方式 它們就是越那樣吃 海膽這樣就處理好了 然後如果你要生殖的話 就拿個湯匙 拿個湯匙 這樣完整的一塊海膽就會下來了 我處理這個海膽就是小心它的刺 像我自己就剛剛一直中獎 然後一顆海膽就是大概有五條 挖起來就五條 然後看大小顆 那當然我是建議大家說 開小顆不要吃 放它回去海裡面讓它繼續長大 這樣我們才有原原不絕海膽可以吃 好啦那這就是 今年第一批 航澎湖的馬分海膽 的肉 那就是這麼簡單 好可怕 好可怕 阿